的不老传说 伊拉克战争身负众生 发动机受损的A10为何还能顺利返航 军旅生涯几度面临退役 美国参议院的暂停拨款 是否会令A10严寿之路在天变数 美军70后老业机A10表里不一的离别诉说 尽请收看 说到美军的这个不老传奇A10攻击机 近半个世纪的军旅生涯当中 可以说饱含了太多 让人琢磨不透的不解之谜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时事 成就了这名战场英雄 这架昔日传奇战机 又能否善始善终呢 咱们得先从A10攻击机 最近一趟罕见的欧洲之旅说起 据英国媒体2月14日报道 上世纪70年代服役的美军A10雷电攻击机 将于近期部署于欧洲 一位美国军方人士透露 来自美国空军第35战斗机连队的 这12架A10攻击机 将首先在德国进行训练 随后再将其部署在北约的东部地区 这支部队将为美军大西洋决心行动 提供必要支持 并帮助北约向其东部成员国 爱沙尼亚 拉脱北亚和立陶宛 重申其安全承诺 据悉 大西洋决心行动 是在去年东欧危机爆发后提出的 其目的旨在联合北约各成员国 对俄罗斯在军事层面上造成威慑 然而 对于美军高层增兵欧洲的实际效果 许多媒体人士却表现得半信半疑 要知道 战绩彪悍的A10攻击机 可是设计于40年前 其最新一架也是于1984年下线的老飞机了 虽然此次美军向欧洲一下子部署了12架A10攻击机 但这款老业机对于莫斯科而言 将不会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而与此相反 更加吸引人眼球的 却是这款战机简单粗暴的外形 根据资料显示 这款战机诞生于冷战时期 美军研制它的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用来对付苏联庞大的地面装甲部队 为此 A10从一开始就配上了 HM-65 空对地导弹等各种粗暴的武器 而挂在了种类繁多的弹药 使得A10机体结构上看上去既笨重又缺乏美观 造型异常丑陋 正如一位美国军官说的一样 A10又丑又闹 堪称是游戏的搅局者 如果你一旦在战场上看到它 伴随巨大轰鸣声吐着火舌飞过 你就知道战局马上就会发声扭转 可以说年近半百的A10现在要重疲战袍赶速前线 对于这个任务呢 我们讲A10它其实并不陌生 因为从这架飞机诞生之日起 它就一直干着一些心不甘情愿的苦活和泪魂 咱们接着一起去了解一下 1947年 美国军队中发生了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 陆军航空队从陆军中拆货分家过日子 正式改名空军 这样一来 陆军需要的空中支援 就得跨军中去找空军要打手 不过 一向以夺取制空权作为首要职责的空军 对于支援陆军这种冒着风险 深入敌方腹地的脏活 累活 亡命活 却并不感兴趣 而这种思想也随之影响到了空军 对地支援机种遥遥无期的研制进度上 直到1955年越南战争爆发 美军缺乏大量对地支援战机的问题 集中爆发的时候 空军才慌里慌张地去海军那里 临时建来450架A1舰载攻击机 紧急投入战场 然而 经过几个月战斗下来 A1战机虽然发挥了制空时间长 载弹量大 支援及时的优点 但是 它毕竟是一款二战时期研制的机型 其整体结构已经相对老旧 在越南军队日益增强的高手火力的反击下 这款战机的损伤率出现了大幅度上升 为此 美国空军十分头疼 这场战争令他们意识到 如果战机很容易被敌方击落 配备再强的火力也只会成为一个摆设 对此 当时一些军事专家提出 美军需要研制一款 能够在恶劣战场环境中依然可以完成第一空支援的新型战机 于是 A10攻击机便应运而生 具有关资料显示 A10是美军第一款在设计上专门用于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战机 其发动机易于更换 绝大多数维修工作可在野外进行 左右两侧的很多零部件可以互换 A10攻击机甚至能够从崎岖不平的地面上起飞 随时投入战场进行作战 可以说在一边倒的护胜当中 A10还是服役了 那么就在大家都质疑它的时候 一场战争可以说 直接把A10从一个濒临下岗的散兵变成一个战争英雄 早在A10攻击机诞生之初 美国官方便给这款战机取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雷电2 这个名字源自于美军二战时期攻击战斗机P47雷电 其中寄托了美国空军对A10攻击机良好的祝福和希望 不过当A10服役之后 却因其造型怪异 配置简陋而不受空军的重视 而这款战机更是被军队里的飞行员们 取了一个与官方名字反差极大的魂名 有无珠 实际上 自1975年开始批量生产 直到1984年停产 美军总共生产了713架A10攻击机 可以说 这款战机已经成为美军部队中一个不小的群体 然而 在空军夺取制空权的主流意识里 这些专门为地面部队提供支援的飞机 却被视为一群生存在空军部队边缘地带的杂兵 在上世纪80年代 美军举办的多项战机空中格斗的竞赛中 最后获胜的往往是F16战斗机 而A10攻击机则在历次对抗演练中始终表现平平 甚至一度还面临下岗待业的危险 然而世事难料 1990年8月2日 伊拉克突然举兵南下强行攻占科威特 联合国紧急决定授权各成员国 派出军事力量对科威特进行增援 10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获得授权之后 随即提笔在开战命令上签字同意 并要求空军派出精锐力量 马上赶赴伊拉克战场 海湾战争就此爆发 1991年1月17日 以F117隐形战斗轰炸机为首的美军先头部队 在抵达战场后高调踹门而入 炸毁了伊拉克的电信与指挥中心 而在这之后 一向在美国空军扮演杂兵的A10攻击机 也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了伊拉克战场上 甚至一度成为战场的主角 根据有关数据统计 在历时38天布伊拉克地面部队的空袭行动中 A10共消灭了987辆坦克 926门火炮 501辆装甲车辆 拆除了112处军事建筑 96座雷达 以及28处指挥所 A10在海湾战争中完成了一场漂亮的翻身战 其卓越的战绩获得空军和陆军的一致喝彩 A10就是靠着它的信念 不仅使其成功基深与美国主力战机的序列 更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成就了一段辉煌的时代 但是如今就在这款经历过 无数大风大浪的传奇战机内部 却出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近期由美国媒体透露 据一项美国参议院内部的调查资料显示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将否决由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提出的延长A10攻击机的紧急拨款计划 一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有关人士表示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2015年预算案中 并没有削减足够的金额 一位延长A10攻击机的服役时间 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除此之外他还表示 他与同事更不会投票为A10攻击机进行续命 实际上关于A10战机退役的风波 在美国内部早已不是新鲜事 只不过每次最后都不了了之 五角大楼早已计划在2019年 让A10彻底退役 但是捉襟见肘的国会经费 却十分青睐这款老爷战机 A10在国会的支持者 不仅包括了众多知名的参议院议员 而且还有许多军方人士 他们认为 美国空军中目前还没有一款战机 能够成为A10合适的替代者 在F35没有完全形成战斗力之前 A10还得继续批挂上阵 2014年1月28日 美国某知名网站发表了一篇 有关于攻击机的文章 文章称 在如今战机发展 越来越呈现多用途的背景下 各国军队中已经没有专门在研制新的攻击机了 他们宁愿依靠战斗轰炸机 携带精确制导弹药 从事近距离空中支援和战场封锁 而不再单独研制专门的攻击机来执行作战任务 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 攻击机这一机种将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而眼下 美军A10所能执行的仅有的任务之一 就是帮助空军打击中东地区的极端恐怖分子 有分析指出 由于攻击机本身的发展限制 A10今后升级换代的后路 似乎也已经被堵伤了 而再加上近年来 无人机发展浪潮的进一步挤压 将使A10的生存空间变得更加萎缩 作为一代战场上的名将 A10将南逃最终泄幕的时刻 好了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情最前线 明天中午的12点40 我们继续关注更多最新最热的军事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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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